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让越南北疆省也急速升温 像是要求苹果的两大供应商 鸿海还有力讯要暂停关闭在当地的工厂 鸿海也证实他们在越南的子公司已经停工 其他厂区维持正常营运 市场人士则透露 鸿海暂停营运的工厂 预计不会影响到苹果日后的产品生产 曾身为防疫模范生的越南肺炎 在18号单日确认人数也频频飙高 而越南也是台湾科技大厂鸿海集团 在中国大陆以外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面对疫情再起 越南北疆省政府只好下令 关并苹果主要供应链 鸿海和力讯在内的四处工业园区 鸿海也证实部分子公司 从18日起由厂区暂停营运 同时园区内已经加强防疫 其他厂区则是维持营运状态 对于产能的影响不愿评论 虽然市场人士透露 鸿海暂停营运的工厂 并非生产苹果相关产品 但鸿海另一大生产基地印度 先前也传出因工人染疫 当地iPhone12产量下降超过50% 如今各地疫情接连飙高 全球电子供应链更趋紧绷 苹果新款的iPad Pro供应 恐怕也会受限 生产线其实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因为它主要最大影响是说 你疫情会影响到它整个生产线的 应该说成品之后 它的本身的一个运送 或者是整个把它整合在一起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个对于他们的时程上的控制 又更加的一个困难 分析师表示除了疫情导致 加上迷你LED荧幕生产量率欠佳 导致iPad Pro原本就是一个半月的 到货交起拉得更长 不过在疫情带动的宅商机下 外媒透露苹果正在准备 发表新款的MacBook笔电和桌机 并且搭载自家M系列的处理器 预计新款MacBook Pro的笔电 最快今年下季上市 有助于晶片代工厂台积电 组装厂广达以及机格厂 可乘等供应面的出货 可见苹果有意加速取代 Intel的晶片 并再拉开和竞争对手的距离 记得林威星 伯辰综合报道